We must hold accountable the nation which unleashed this plague onto the world,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ich is virtually controlled by China, falsely declared that there was no evidence of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Later, they falsely said people without symptoms would not spread the disease. The United Nations must hold China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ions. 繼美國總統特朗普本月22日在聯合國大會的發言,要求就病毒疫情擴散全球,向中共追究責任。 26日澳洲總理莫里森也在聯合國演講中,強調必須調查武漢肺炎的起源及傳染,才能夠杜絕類似疫情再次發生。 博里森並且指出,這種病毒對世界及所有人造成災難,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了解發生了什麼事,以防止事情再次發生。 對此,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在聯合國大會發言中聲稱中共第一時間報告疫情,第一時間確定病原體,第一時間向世界分享了基因序列等。 大紀元近日獲得大陸多個省份的手中確診詳細資料,證明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的第一時間說法,與事情相違背。 這些資料顯示,中共病毒即武漢肺炎,早在今年1月初就在大陸各地擴散,但是被中共隱瞞。 直到1月20日,習近平和李克強就疫情公開講話後,才開始公佈於眾。 據大陸官方媒體1月21日報導,中共國家衛健委當日確認浙江、四川、湖南、江西、天津出現手中確診病例。 但是據大紀元獲得的這些病人的詳細資料顯示,中共隱瞞拖延公佈疫情。 浙江手中確診病例,拖延4天後才公佈。 例如,浙江省手中確診病例患者為男性46歲,長期居住武漢市,1月3日至武漢駕車前往溫州,1月4日出現發燒症狀,隨即就診。 預約1月17日在溫州指定醫院進行隔離治療。 據大紀元獲釋,該病人的詳細資料顯示,患者楊某1月10日在溫州醫院檢查胸部CT時顯示,兩肺感染性病變。 一直到1月15日下午4時醫院緊急組織ICU感染科、呼吸科進行多學科MDT會診討論, 考慮病毒性肺炎可能性很大,並匯報給溫州市衛健委和防控中心。 當晚該病人即入住感染科單人病房。 1月17日3時50分,省疾控中心通知,該病人檢查後, 證實是新型冠狀病毒陽性經省專家會診後, 建議當晚轉入疫情指定的溫州市中心醫院。 直到4日後,即21日,中共才向外確認浙江省這宗手中病例。 四川手中確診病例6日後公布,1月16日確診, 中共衛健委1月21日公布。 央視新聞稱,四川手中確診病人為34歲男性,武漢某公司職員, 從武漢到達成都後,11日因為發燒,前往成都某醫院就診, 醫院隨即收治隔離。 據大紀元獲釋該病人詳細資料顯示, 楊某是武漢一家物流公司的副總裁,住在成都, 自己在武漢獨居。早在1月3日晚,楊某在武漢時就發燒。 後來11日前往成都市第一人民醫院呼吸科就診, 檢驗後顯示,傷肺有多處感染。 15日市內一家醫院,組織華西醫院專家會診, 結果認為不能排除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即疑似病例。 16日凌晨,省疾控中心確定核酸檢測陽性, 當日轉入成都市公共衛生臨床醫療中心隔離治療。 6日後,中共國家衛健委才對外公布。 湖南手中確診病例,4日後才公布。 湖南手中確診病人羅某,女性57歲,武漢市青山區人, 來長沙市探親,出現發燒、咳嗽等症狀。 1月16日到醫院就診後,被接收到指定醫院隔離治療。 大紀元獲釋該病人詳細資料顯示, 羅某1月9日來到長沙探親, 10日下午2時出現發燒、輻射等症狀。 15、16日兩日,在天心區歐洲城門診部診所治療。 症狀緩解不明顯,體溫高達39.8度。 16日下午2時至長沙第一醫院就診, 診斷無法確定是病毒性肺炎還是細菌性肺炎。 17日2時轉至中共病毒指定醫院長沙市公共衛生救治中心救治。 當晚9時02分查房,該院的謝縣臨院長、陳東醫務科長、 周治國主任醫師會診後, 竟醫生指示,符合不明原因肺炎的觀察病例, 即是新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病例。感染來源不明確, 疾控中心已採取樣本送國家實驗室確診。 但是,中共衛健委4日後才向外公布確診, 同樣20日公布的疑似病例中,未提及湖南長沙、 江西首宗病例同日確診的兩宗病例拖延到10日後才公布。 資料顯示,1月21日,中共國家衛健委確認江西省首宗新冠病毒 中共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病例。患者羅某男性,56歲, 庫州市東鄉區人,去年12月20日父母看市入科, 第二年1月9日返回東鄉區。 1月10日因為發燒咳嗽等症狀入院隔離治療。患者屬重症病例。 其密切接觸者43人均在醫學觀察中。 同時公布的第二宗患者陳某,男性50歲, 平鄉市鄉東區人,曾到武漢市從事活禽交易工作。 1月10日因為發燒咳嗽等症狀入院隔離治療。患者屬重症病例。 據《大紀元》獲釋的患者陳某的詳細資料顯示, 去年11月至12月期間一直在武漢市黃坡三里橋讓羅塞市長賣活家禽。 1月2日離開武漢市,開始出現發燒咳嗽等症狀。 進入醫院隔離治療。 轉入平鄉人民醫院急症治療後,入院隔離治療。 1月11日入院診斷為不明原因肺炎。 一直到1月17日,根據省疾控中心市衛建委領導會診意見,病毒性肺炎可能性大。 其實早在11日,該名病人的護理記錄單已經顯示是危重患者, 但中共當局一直拖到21日才公佈。 大紀元此前披露,中共各地方政府無權決定手中確診病例的通報。 中共國家衛生健康委醫管局負責人趙雅暉, 在衛建委1月15日的影片會上就強調, 嚴格落實手診病例的診斷,並稱這些是作為一個紀律。 各省的第一宗病例必須得到國家組織診斷, 然後省裡面才可以對外發布。 中共專門配套制定,全國其他省份首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 肺炎病例確認程序的內部文件還規定了發布程序。 1月20日,習近平與李克強公開講話後,各地才陸續公佈確診。 今年1月21日,武漢市長周先旺在外界壓力下,不得不公開說, 武漢市不及時披露傳染病疫情信息是因為沒有得到授權。 1月20日,習近平及李克強就中共病毒武漢肺炎公開講話, 中央武漢地方都立即成立疫情防控指揮部。 官方對疫情的公佈立即從湖北擴散至全國多市, 確診病例急劇上升。 中共從中南山出面開始承認人傳人, 及15名醫護人員確診。 武漢市民從一天開始, 才被官方各種疫情消息驚醒。 而1月18日,武漢市百步亭社區還舉行了萬家宴。 在中共湖北省兩會召開期間,即是1月11日至17日, 外界發現從1月11日至16日連續7天, 中共未公布任何新增病例。 12月30日,中共武漢市衛健委才首次公開通報肺炎疫情, 並且只承認27宗確診病例, 還說未發現人傳人證據, 也未出現醫務人員感染。 相比國際期刊《紐葉刀論》中公布的 12月1日的41個病例要遲了一個月。 12月1日